欢迎回到台湾大搜索 日籍歌手艾莎 嫁给小五岁的演员老公周明福 成为台湾媳妇 不料这段婚姻却撑不过三年 艾莎在脸书上写了 没有想过我的婚姻里面有不忠诚 暗示老公外遇 导致婚姻破裂 而受访时她聊到刚结婚时 为了让两人关系更加的稳定 选择避孕 没想到却遭遇背叛 以及决心要离婚的关键 和她的心路历程 一身亮红色 身体小洋装 失婚后的艾莎变得女人味许多 现在事业重心转往网路节目 很少出现在电视镜头上 她每一个礼拜都要做卡中电套 我觉得超级可爱的 日本腔还是很浓厚 不过2020已经是她在台湾 出道第20个年头 我是2000年的时候到台湾的 中间就是熬了好一段时间 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 为什么会这么辛苦 好难 我做不到 所以我有一次跟爸爸打电话的时候 通电话的时候 我有跟爸爸讲说 我有点想要回去日本 但那个一句中文也说不好 想放弃的念头 一下子就过了20年 台湾成了艾莎第二个家 这个单元是 沙蒙的反应加上日本口音 是艾莎的招牌 出道那么久 观众对她樱花妹的印象深刻 很少在演艺圈传出绯闻的艾莎 2016年恋情一曝光 就是要结婚了 那你 你带给我吗 也就是我计划的一段 天了 真的吗 她就会逗我笑 然后我就真正的在确认 还好我有嫁给她 我就嫁给她是对的 披上白纱受访 嫁给了同在演艺圈 小五岁的模特儿老公 钟银腐 让人大方地在媒体前展现甜蜜 你怎么会愿意嫁给她 当时候的想法 想说定下来 就感觉对了吧 不过现在再回答这个问题 显得很别扭 因为这段婚姻才维持不到三年 就划下句点 谢谢你 当时艾莎一个人 在台湾艺能界闯荡十多年 闯出了一番成绩 对比那年才28岁 没有什么出道作品的周明甫 名气岁数都是女大男小 练曲刚补出就不被看好 我不会去想到说 欧生比较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我觉得就是相处起来舒服开心 那这是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事情 周明甫虽然不是富而代 但行为举止都暖得不得了 让艾莎天天融化在爱里面 台湾男生真的很贴心啊 我觉得 会哦 买早餐啊 提包包啊 日本男生不会 比较不会 对比好姐妹麻衣 嫁给身价超过30亿的 台塑集团第三代王权人 艾莎选择的是自己的感觉 2016年 两人在台登记结婚 正式成为台湾媳妇 隔年再飞回艾莎的故乡 日本冲绳举办婚礼 透明玻璃屋搭配海景 温暖海风吹起洁白的婚纱 艾莎和劳工交换戒指 浪漫的像偶像剧般的情景 婚后两人经常在脸书上放闪 恩爱出席公开场合 但却在短短两年后 甜蜜破局 回复单身了 2019年 艾莎出席代言活动 正式宣告自己单身 没有太多的情绪和解释 随后在个人脸书上写下 没有想过我的婚姻里面 有不忠诚 直求表示 南方外遇 其实我从事情发生之后 我们结束婚姻 然后就是我没有去 我觉得回去聊这件事情 对我来说没有太大的一个意义 包括我或包括对方也是 怕影响到前夫的演艺事业 艾莎不愿意多谈出轨细节 其实那时候两人才结婚两年 艾莎就发现周明府 和之前的女性有人有不正常的联系 逼问之下 男方才坦诚出轨 她当下就决定 搬离新婚艾巢 其实那时候 我很清楚 就是我不能自己一个人的时间太多 所以就是那时候 我妈妈也是 长期住在这里了 就陪我 然后我朋友也是照相相关心我 所以其实我不是一个人 结婚的时候 就已经接近34岁的艾莎 为了让小两口更稳定 选择避孕 却惨遭背叛 没有犹豫太久 艾莎和父母讨论之后 就决定离婚 演艺圈好友 六月夫妇 更陪同她办理离婚手续 离婚后艾莎很清楚 绝对不能被悲伤打败 因为她从小就进入演艺学院 把演艺圈当成毕生志愿 我是小时候 是个非常内向的小朋友 就是很容易紧张 很容易害怕 然后很内向 所以那时候爸爸妈妈 希望就是让我去尝试很多事情 所以那时候八岁的时候 让我去接触表演 拼命练舞 就是艾莎八岁时 在演艺学院的成果发表会 后面替她伴舞的 就是日本天后安世奈美会 我只要期待的优优 90年代 日本演艺圈独占亚洲市场 杰尼斯男团 早安少女组 网收日本各地少男少女出道 原本艾莎也想去东京发展 却因为这个理由来到台湾 因为我是冲绳人 冲绳飞东京要三个小时 但是冲绳飞台湾一个半小时 那我觉得为什么 就是没有不去的理由了 我觉得很想要试试看 想要剪那个车程 然后选择任何家 他日风潮下 艾莎和马懿跟另外两个日本女孩 四人组成Sunday Girls 结果唱片卖得不好 一下子就解散了 刚开始Sunday Girls结散之后呢 就是我必须要自己找 自己住的房子 不知道从哪里开始 所以那时候 我说我要住房子 那我到底要准备多少钱 那我是不是应该要 如果以后没有接到工作的话 我是不是不知道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 艾莎和马懿两人继续留在台湾 同样靠着情跑通告代言 自然又天然呆的形象 各自在竞争激烈的演艺圈 生存下来 2007年艾莎画上厚重的眼妆 露出好身材 组了嘻哈团体大嘴巴 精湛的舞技还有好歌口 擦亮了众人的眼睛 这个团体还连续在金曲奖上 拿下两届最佳演唱团体奖 在演艺圈乘风转型 就在事业创下高峰的时候 合约到齐宣告解散 她跟好姐妹蚂蚁一样选择走入婚姻 先后嫁给台湾郎 却也都同样撑不过三年魔咒 这边的事情我也不方便要说什么 因为我也没有立场可以说什么 但是不管是任何人 发生什么我的好朋友好姐妹 我一定会支持她一定会挺她 这个是一定会的 两人的丈夫都在外面偷吃 艾莎输给了南方闺蜜 麻衣则是败给了年轻空姐 丢了千亿媳妇的皇冠 带着儿子回到日本东京生活 沦为同样命运 两姐妹互相取暖 经常在东京赏樱花散心 我会去东京的时候 我都会有空的话都会去找他们 她小爱超级可爱 就是很乖 很懂事 不像麻衣有孩子得照顾 艾莎把重心全都转移到工作上 这也可以看得到 你在里面游泳 转账网路 挑战行脚冒险节目 常常一集外景 就要花三个礼拜才能拍好 那个月日本台湾往返 当空中飞人又忙碌 走出婚变 你会对男生会产生不信任感吗 不会 蛤 为什么会 怎么 因为每一个人我觉得不是一个人的身上 发生的事情 就是大家都一样 每一个人长得不一样 每一个人长大的环境不一样 每一个人的个性不一样 谈到还敢不敢 再故意婚姻 艾莎仍有期待能眉开恶度 不怕又遇到渣男 面对生命骨的每道课题 继续用它的开朗 拆解迎接